哈囉大家好,我是莫耿如 那我們在聖女保鏢裡面飾演的就是 保鏢 就是聖女保鏢 對,謝謝 哈囉大家好,我是袁艾菲 那我在聖女保鏢裡面呢 演的是一個打工的女孩 那她其實有一點點聖女的特質 對,好,那換你 大家好,我是林宇璇 然後我在聖女保鏢裡面演的這個角色叫沈婷婷 基本上她是一個很機車的女生 就是又要跟我的樣子不一樣了 然後導演說她是一個投婚的女生 跟其他想婚不婚的女生是不太一樣 她是一種比較衝動 然後就是做什麼事情都是憑直覺 說嫁就嫁的女生 好,這個可能會是未來的想婚組 但不管如何,今天要在現場先做聖女指數調查 好,第一個問題 其實在剛剛的我們的這個溫卷調查當中 它也存在 如果你聽到人家認為你是聖女 叫我們一聲聖女 你的反應會是什麼呢? 有膽再教你試看看 無痛不癢 隨便你要講幾遍都可以 謝謝林寶的參贊 來,三位來這邊地方請做答 她說沒關係 看,看兩張,隨便 好 夠強了,謝謝林寶的參贊 原來最大的是你 好,我敢再教我臉試感 好,什麼東西能夠成為你生活當中的救贖呢? 一個部分是男人 或是身官方才 親情嗎? 還是你的資道 還是你個人的自由呢? 可以 如果我選的是親情 哇,他跟大部分的這個 我會想要不要選的其實 哇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想復選就繼續復選他 哇 你要復選嗎? 可以全部都夠嗎? 可以 可以的,你們的愛情觀 是什麼呢? 沒有戀愛 也會活不下去 渴望愛情每天都希望可以安排相親 期待愛情 不消極等待 啥也不錯嗎? 就要被你們的我再也不相信愛情了 來 哇,期待愛情 哇,期待愛情 哈哈哈哈 大家都在期待愛情 來,講講你期待的愛情 長的是什麼樣的面貌呢? 咕嚕妳就先來講 我期待的愛情嗎? 但就是希望 很幸福 然後有 依靠和安全感 然後在你 難過或遇到挫折的時候 它是你的避風感 避風感 對 其實就是要有 共同的興趣 然後可以 互相分享 工作上的事情 然後可以分擔彼子的煩惱 這個還 對我來說還蠻重要的 是 好,雨萱呢? 其實有沒有錢不重要 但是有沒有上進心很重要 然後 對自己負責 然後對我也負責 這樣子 就夠了 對,沒有錢不重要 她剛剛完全沒有夠 升官發抖的事情 因為相信 她們說好是確定 剛剛所謂的問題答案 是要提供給廣大的男性朋友知道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說 你標準的男孩 心目中應該有什麼樣的形象 有他們的回答裡面 可以來自己 看看有沒有辦法對抗日子 但是今天 這三位是你第一次 見到大家 是這麼緊張 誒,我們看看有點緊張 被發現 沒有啦 我是蠻緊張的 因為我不太會 那個 因為我不太會 就是不習慣這種場面 一開始 第一次當女主角 所以難免會有點 要面對 這麼多這麼多的記者 所以我覺得很緊張 該怎麼這麼年輕 到底符合聖女的條件在哪裡 因為阿菲先生 因為今天就是聽了 因為今天就是聽了導演 還有很多人就是 對聖女有新定義 那其實新定義的聖女呢 要其實很有自信 然後有自主性 然後自己能夠獨立 但是她又是期待愛情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 哪個年齡層的女生 一定會有符合這樣子條件的人 那我覺得我自己也是啊 就是注重工作 然後注重家人 然後不一定 人生中就是為了愛情 對呀 那我覺得這樣子 其實我的生活也過得很開心 可是在劇中的妳 不是這樣啊 在劇中的我其實也算 因為我要養弟弟啊 那我有 就是我需要賺錢 那其實我是為了家人 可是我都是靠自己 因為沒有靠別人 那其實有一定的自主性 那因為她太忙了 所以沒有時間談戀愛 所以當她遇到戀愛的時候 她就會覺得 欸 怎麼辦呢 常常會驚慌或是不知所措 對啊 那我覺得這個角色 其實還滿有趣的 嗯 那等於要不要聊聊 因為之前覺得 志玲姐姐是聖女 所以因為這樣會覺得 欸 當聖女還不錯 當聖女還不錯 而且在這部戲裡面 我覺得我是最年輕的聖女 然後又有一個新的定義 就是 我是把最好的剩下來給妳 那我覺得如果 我剩下來這麼久 是為了給一個我覺得對的人 然後最好的人 那我覺得很好很值得 欸 那個人很幸運 對 那個人就很幸運 對 那女人要幫她說什麼 我覺得我算是遺傳下來的聖女 因為 對 因為我媽就是 就是一個女強人 然後我從小看她 就是這麼獨立 然後這麼的就是 為家庭付出 然後為了她的工作這樣子 然後賺了很多錢養我們長 就是養我長大 養我阿嬤這樣子 然後所以其實 我自己從小的內心 就是有一個願望 就是說我希望可以 像我媽一樣 這麼的獨立自主 這麼的可以 就是 就是不一定為了愛情 但是就是為了自己 可以把自己照顧得很好這樣子 現在的天氣這麼的熱 就是說 那你們會覺得說 到時候你們收拾的真的那麼好 然後你們又是 新定義的聖女 那又什麼要回憶 請大家吃冰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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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吃冰棒 眼睛吃冰棒 我可能沒辦法 對 如果我今天收拾率有破的話 我們會想另外一種方式 讓大家手裡吃冰棒 然後眼睛也吃冰淇淋 但是還要再就是 想一下是用什麼方式來呈現